Hello朋友们,我回来了,因为现在开始年终大醋了,我给你们总结一份上半年我找到的一个好物清单 如果说之前有错过团购的或者享福团的,以及刚关注我没多久的朋友 你们可以在这支视频里面找到一个上半年的精华总结 那也有一些产品呢,确实是只有在628的时候品牌才会放出这样的低价 所以今天这支视频千万不能错过 劳烦肯定知道,大活动的时候买这个乳胶枕是最划算的 这个牌子是Napatica的,其实大家已经听我讲很多年了,我已经用很多年了 给你们看一下,我就用了这么多年之后,它的乳胶回弹性还是这么好 就大家收到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包装,它是密封好的 就在泰国密封完了,直接给大家进口这样发给大家 因为很多就是说是泰国乳胶,但实际上它不是泰国产的 后面有隐藏拉链,枕罩都是可以拆洗的 拿出来这个乳胶枕,你们可以自己去感受一下 因为我之前测试过很多乳胶枕 不好的乳胶枕跟好的乳胶枕真的差别很大的 所以我说这个乳胶枕要不然别买,要买一定要买好的 就好的乳胶它的发泡是很均匀的,而且支撑性是够的 像不好的乳胶枕它的发泡里边会很大 就你们摸着感觉是那种很弹软的 但是对颈椎的支撑度不够 因为晚上我们睡觉的时候主要就是靠这个地方进行颈部支撑的 白天我们如果看手机,看电脑就总是低着头嘛 这个颈椎是处于一个趋平的状态 如果晚上的时候你在躺着不能得到一个很好的放松 那第二天脖子肯定会特别累 这个你们买过这个乳胶枕的肯定能感觉到 就是睡了这个乳胶枕之后你是很难换其他枕头的 大家都知道泰国做乳胶品是很厉害的 这个枕头在泰国也是数一数二的品牌 你们可以在机场啊或者是免税店里面看到这个品牌的 这个枕头它是通过很多国际认证的 这个标识都是有的 就很少有乳胶制品能有这么多认证 这个就大家可以安心的去用 就母婴啊或者是老年人啊 用这个肯定放心 型号怎么选我再来说一下 就如果说你平时睡的枕头不是特别高那种 你就选OPT3就够了 它这个枕头有两个高度 就如果你刚开始睡这种乳胶枕的话 你可以先从这个矮边的这个开始睡起 但是我相信你时间睡久了之后 你肯定会换到这个高边了 其实你自己也能感受一下 就如果你平时感觉脖子特别沉 然后这个颈椎不舒服的时候 你把这个头这样稍微往后仰一点 然后把颈椎拖起来 你就能感觉到很放松 其实枕头也是一样的道理 它可以在你睡眠的八个小时里边 能让你这个颈椎有一个很高的放松度 就后面的时候你可能会换到高的这一侧 睡眠真的是非常重要 如果说要选这个家居品升级的话 我肯定先选床品 床品里边最主要的就是枕头 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预算的话 那我建议你们可以入一个乳胶床垫 这个品牌的乳胶床垫最大的特点 就是它的乳胶密度分布不一样 对腰部的支撑腿部的支撑 它是符合人体工学的 就是有点贵 但是我们这个618它的价格 也是能做到了它的历史最低价了 除了枕头之外像下凉背 然后蚕丝背 四肩套 还有乳胶凉席都给大家进行了付团 这些就不一说了 之前都是给大家介绍过的 我就剪着 就是我觉得对生活来说最重要的东西来说 睡好是一方面 还有就是得吃的好 吃的好呢就是得有一口好牙口 电动牙刷的使用也是一个不可逆的行为 就如果之前还有用手动刷牙刷 你们可以试一试电动牙刷 就刷出来非常的干净 而且很节省时间 像这个也是我自己用了两年了 机身设计特别小巧 就是韩国的一个牌子 这个动力刷头是非常足的 振动频率算是牙刷里边就是振动 应该算是非常高的吧 而且它的牙刷刷头是杜邦的 磨研率很高 不会有那个出血的情况 可能很多人入了它家的这个牙刷 但是没有入水牙线 其实水牙线跟牙刷是一样重要的 就是它能清洁到你牙缝中胶的东西 这样牙齿的每个缝隙都是干净的 就是牙刷这个东西 它只能刷到牙齿表面 如果你要想把牙缝里边的东西弄干净 就只能用牙线 就是牙缝里边的脏东西一定要定时弄出来 不然时间久了都会成为牙石 然后侵蚀到牙蚁 那个时候再去弄就会非常痛苦了 洗澡的我觉得很能提高生活幸福感的 就是这个花洒 这也是我看好多人浮够的 这个花洒就是你头发特别长的 或者是平时经常爱洗澡的 真的能节省很多时间 因为它冲泡沫冲的特别快 就跟我们用带森吹风机和普通吹风机的感觉一样 就它的花洒那个水流很密 而且冲力很大 就是你用很短的时间 能把身上的这些沫沫都冲掉 而且就是淋在身上那种感觉 特别舒服 就洗着特别舒爽 我觉得也是一个就用完之后就不可逆的一个好物吧 再下来看看厨房里边 厨房里边最首要的 你们一定要入一个这个雪瓶锅 才99块钱 就这个锅我已经自己入脸了 之前那个锅因为我度饮的时候 已经把外边烧成这种炭黑色了 这是新入的 雪瓶锅在做饭的里面 我觉得是最常出现的一口锅 平时可以给它煮面呀 或者是焯一些菜 因为它这个锅体比较薄 瘦热特别快 你要是烧水去煮个什么东西 很快就能熟 这个高压锅 之前我估计种草的朋友 可能已经对比一圈了 反正比它便宜的锅 品质做工什么的都没有它好 安全性也没有它好 那如果说要比它贵的 其实品质做工上也没有比它好到哪去 然后安全性可能还不如它 性价比又不高 所以对比一圈之后 我估计可能你们还是会选这个 所以这次给大家付团上 至于它的安全性为什么好 然后它好在哪些方面 你们可以看一下 之前给大家介绍的那个视频 还有这口锅 其实这个锅一直都是走的开团 家也没有展过家 但是我就修到厨具的时候 我就很想给大家分享它 这个锅就是特别轻巧 像女生如果拿它 要是颠个勺什么的都没有问题 还有它锅体比较薄 瘦肉很快 你平时你要呛炒啊 或者是炒那个青菜 不至于说给它煮熟了 之前我跟我姐去上海八百万逛街 就同换的这口锅 是我们的二倍的价格 真的如果你要考虑出锅的话 一定要入这款 然后美妆护肤的这些 因为东西太多了 我分了两个区 一个是满检区 满检的这个活动是在15号开始 然后今天开始的是这个副团区 就之前给大家开过团的 像这个小奶瓶防晒 这个防晒之前用的好用的 你们可以夏天囤两瓶 因为夏天这样一瓶 我估计是不够的 还有来自华西生物的 这个米贝尔的镇定胸部面膜 这个也是之前用的好的 你们可以囤一瓶 附件的这个卸妆油 好多人买了之后还想回购 我就说一定要等618 因为618的时候 他们出了一个新包装 就是40个装的 40个装比30装的 这个还要更划算一些 你们这次入那个40个装啊 然后墨镜 副团给大家安排上了 买过的朋友是不是感觉到了 他真的很轻 一点都不压鼻梁 就我看评论里边 也是有很多之前有买 这种上千的GM的牌子的 但会带着感觉很压鼻梁 这个完全不会就很轻 平时开个车呀 或者是平时日常戴 这个绝对比那个上千的戴舒服 这是真心玩 因为GM的我也有好几个 特别的轻角 这个防晒能力一点都不差 而且这个还是偏光镜 我之前去千脑壶 戴的那款大矿眼镜 也是偏光镜 就只有这款不是偏光的 但是它的防晒能力 也做的非常不错 反正这三款大家随便选 你也可以换着戴 性价比极高 上次我看好多朋友 买了这个墨镜之后 说让我找这个男款墨镜 我这次找了一个 这个价格99秒杀的 不过现在还没有上 等到能上的时候 会告诉大家的 就是这种 这种框的 男生戴会很帅 就如果是女生 不要偏中性风格的 也可以戴这种 它的这个镜片 是大厂同厂的 防晒能力也是够的 然后质感要比那种 普通的板材要好很多 对了 还有这个小粉水 长痘痘的 长粉刺的朋友 这个我就不用多说了 你们自己肯定也知道 会去囤货 我得给我这个包 再涂一下 这个小粉水 真的是很神奇的 基本上你用过 就能看到 它这种消肿 消炎的效果 但是大家用之前 我还是建议你们 先去看一眼 我出的那个 剧痘专题的内容 因为很多长痘痘的原因 是因为内阴所知道 就是你得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像这种外用的 它只能说起到 一个消炎消肿的作用 不能从根源解决问题 前两天给大家 推荐的这个发膜 我相信买过的朋友 应该这次都会去复购的 这个应该不用我多说了 就是如果你是沙发的话 这个肯定是要必囤的 然后它的团后价 一只也是不到 四块钱的价格 你们就囤好半年的料 因为下次搞活动 可能就是要双十一的时候了 再来说一下 我们的爆款内衣 无尺码的这个 如果大家要复购的话 注意一点 就是我们现在做了 一个夏季改款 之前的这个胸垫 它是比较厚实的 因为冬天嘛 这也能保暖 但是夏天 像这么厚的垫 肯定是比较热嘛 现在给改成这种 稍微薄一点的了 它的厚度 跟U-Bress的里边 胸垫的厚度 是差不多一样的 其实这个工厂 他们还有这个浪花款 就征求大家一下建议啊 如果大家需要 这个浪花款的话 也可以评论告诉我 到时候我把这个浪花款 价格也给大家谈下来 前两天给大家推荐的 这个特别凉快的 夏款的胸衣 我不是跟大家说 这个是品牌通厂吗 然后就有朋友问说 是哪个品牌 我不方便在视频里面 直接跟大家说啊 但是我自己有买 这个品牌的胸衣 就给大家直观的 看一下对比 其实有穿过的朋友 你们肯定是 直接能猜到的 它的品牌原价 要卖在200多块钱 这个是品牌的 这个是从工厂 直接出货给大家的 版型一样 然后面料 也都是一样的 包括它这个果冻胶 你们看它的厚度啊 厚度也是一样的 看一些细节的走线做工 它的缝线密度 都是一样的 缝织方法也都是一样的 我真的是找了好多工厂 才找到这个工厂的 大家就放心穿吧 其实像品牌 这一件的价格 都可以买这个工厂的 三件了 我刚才回看了一下视频 我已经录很久了 这支视频应该放不下了 那我明天给大家 准备一场直播吧 就没有讲到的 还有大家如果有所疑问的 可以明天来直播里边问我 然后今天的视频里边呢 还是点赞里边 抓三位送胸衣 那今天就这样了 明天晚上8点 我们直播见